这就是那个ES的酒店 我在这个二楼半的这个位置 还有上半厂 这是218 然后 我是217 是男生的 216是女生的 这是一个卫生间 我在这找线 Hello他 然后这是一个小厨房 哎呀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躺比一定躺的很严重啊 因为这个 昨天晚上在机场 看冒了 看冒今天 有带病去了 他花点炉 整个人就不行了 这个屋呢 大概是六个人租 现在只有两个人check in了 估计 这个哥们是个亚洲人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上面是空的 我现在挑起来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小阳台 非常的好 我一直以为下雨了呢 其实是这个喷泉的声音 然后这边是个餐馆 从这条街啊 往那边走 都是中餐厅 现在是四点钟 然后呢 那边是一个急冒市场 那边我还没有去 到底是什么 还没有不知道 不太清楚 这边总的来说 那比较荒凉 因为它是在 这个火车站的位置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找一下我的地图 布鲁塞尔 这个是布鲁塞尔的这个城区啊 这个南北很长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呢 就是中心区了 我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中心区的边上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还是有点偏远一些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很多的古迹 你看这是一条线 然后这边的话 也有一些啊 那个原原子的那个建筑就在这 这里 看到了吗 原子的那个 哎呀 我的鼻涕又塌出来了 我得去 先进行鼻涕了 先录到这里吧 一会儿洗个澡 休息休息 然后去布鲁塞尔市中心 逛一逛